那个启动表单,点击它,就出来了 就是启动表单 那 或者是说 其他命令 那你会发现这个上面的 这个可以修改了 图示如果你觉得这个形状不好看 你可以什么启动表单,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图示 你觉得OK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比如说启动 笑脸 按确定 那这边笑脸 甚至他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 让你重新再绘制 在以前那个旧版的 可以直接再把这上面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重新汇入 档案 可以把外部的图示 这个icon可以再做修改 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点击它 可以可以显示出来 或者是说 要当我 启动这个工作表的时候 那就表单就出来的话 这个前面还有讲过 在哪里呢 在list workbook里面 对不对 会有一个什么呢 list workbook 这个对不对 然后 workbook里面有个open 然后呢 那把程式写在 home 点show 那也就是当怎么样 当这个工作部 一跳出来 一启动的时候 就是 我把这个 esail档开起来之后 它就自动启动表单了 这个前面有讲过 顺便讲一下好了 OK 那画面 再好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